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快勤看房 我是Alan 上一集我们在崔田市去看一个新竹一物件 在旁边今天带大家都去看一下 也是一样这个物件旁边都是有一个停车车位的 好了我们进去里面看一下吧 打开门看到玄关空间的位置没有刚才的那一个那么大 左手边也是有一个可以移动的那个棚子 在左手边就是鞋柜 方向不一样 中间也可以放放钥匙放放零钱 在右手边就是石手间的位置 但是这个石手间也是一样也是在流T的底下的 压迫感满满了 好了 然后呢再去右手边看的话呢 就是洗脸台跟室内的十一机方机场地 然后浴室也是跟旁边那个差不多 浴室呢也是带有仓户跟带有浴霸的功能 那么我们走出去外面看一下吧 这个厨房呢看一下都好像没有旁边的那一个呢 那么大那么长 比较普通比较标准一点点 在后面的话呢也是放冰箱跟橱柜的那个地方 这个中间呢就背上台的那个位置有点短了一点点 比刚才那一个 看一下整个客厅 这个客厅呢就比较小一点点了 这只有16天大概是25.6平米 这边呢就是对着墙壁那边呢就是可以放个电视机 后面放个沙发 靠近厨房的那个位置呢就可以放个餐桌 上面呢都有带窗户的 那么看看这个方位的话呢 这个呢就比较安静的一点点 因为它对着不是大马路 对着是内接来的 旁边呢也看到有一个合适的空间 大概是6天 9.6个平米左右 看看它的那个收纳空间 也是用来放棉被啊 跟枕头用的 在右手边还有一个收纳 我们打开 诶这个也是一样放棉被的 这个难道要睡4个人吗 那么多的那个收纳都是这个事情的话 有点不合理感觉啊 好了 那么一楼我们就看完了 我们就直接到二楼去看看房间是怎么样吧 楼梯也是一样 四字形的设计 我们先来看左手边这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的话呢 是标准6贴的房间 大概是9.6个平米左右那么大 两面仓库 然后都有收纳空间 这个位置呢还可以买一个杆子 去弄那个衣服 晒衣服的 收纳打开一下 嗯就很普通 然后呢走过去另外两个房间以前 就是在这边有一个 使手间的位置 跟旁边那个鞋子都是一样 使手间呢这个二楼呢比一楼那个还要好 然后呢到达中间这个房间 那中间这个房间的话呢大概是6.75贴 这大概是10.8个平米左右那么大 大了一点点吧 旁边一样都是采用了布鲁式的设计 房间呢都是每个房间都是带有两个窗户的 那么这个房间呢都对着大马路了 只有这个房间是对着大马路可能会比较吵了一点点 啊 好了 然后呢主人房间那个位置我们看一下 那么主人房间进门以后呢 右手边都是一个布鲁式的衣橱 然后这个房间呢是8.75贴 这大概是14个平米左右那么大的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物件的话呢 其实比旁边那一个的话呢 房间的那个实用性呢比旁边那个呢更要好一点点 就是那个客厅呢会比较小了一点点而已 好了那么我们到一楼去公布售价吧 那么这个物件的售价呢是5080万日元 土地面积呢比旁边那一个呢大一点点 这有101.85平方米 建筑面积呢大家都是一样是100个平方米左右的 啊这个物件的话呢 有个好处就是呢它不是真正的对着大马路 所以呢这个噪音方面的话呢 会比旁边那个二号的那个房子呢 会好一点点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讨论一下 我们下一期的快勤看房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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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